一年连开三次全会,折射中共政经困局,中共一般每五年召开一次大会至今为第十九届,而在两次大会之间一般会举行,被称为中全会的中央委员全体会议,通常是每一届召开七次中全会,去年十月十九大府一结束,便按照惯例在第二天召开一中全会,其后中共在转年的一月召开二中全会, 讨论习思想入线和其他修宪问题,一个月后又召开了三中全会,讨论中共和国家领导人的换届问题,而实际上,按照惯例三中全会,本应在年底召开,如果今年内在召开四中全会,则2018年中共开了三次中全会,可谓打破中共以往惯例, 历史上这种情况只在毛时代的1958年,出现过一次今次破例或显示目前政经困局对于中共的紧迫性。